近日,齐威被报北大上学,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 据透露,齐威考上了北大光华的非全日志研究生,正准备入学体检。 当天,齐威身穿灰色休闲套装,戴着鸭舌帽,既有职场精英的气派,又不失时尚感。 尽管镜头模糊,但齐威的半素颜状态依然不错,与周围人相比显得格外鲜明。 网友透露,齐威个高,身材苗条,皮肤白皙,已经成为同学间的话题人物。 随着博主们的分享,关于齐威上北大的话题阅读量突破3000万,她的入学成绩也被曝光。 据传,齐威出示分数170,位列第10,每科平均分在40到50份左右。 有网友表示,该考试的难度并不高,只要参加就能考过。 然而,除了分数问题,高昂的学费也成为网友关注的焦点。 据悉,两年学费至少要82万,让人不禁调侃这是拿钱换证。 对于齐威而言,或许学历并非最重要,她更看重的是这个平台带来的人脉资源。 对此,你怎么看呢?